新闻继续要向大家介绍宜兰大学的林蔭大道 不仅是学生和居民散步的好去处 而且还有电视台偶像剧来取景拍片 甚至入选全台大专校院的十大校警 人气越来越旺 宜兰大学办理教学卓越计划成绩非常好 连续第五年获得教育部的奖励 102到103年度获得4000万元的奖励金 平均每位学生可获得9600元的资源 是非艺术类排名第一的国立大学 全国160个学校大概顶多70几个学校有教学卓越 也就1%弱 但是我们可以连续5年拿到 这个经费对大学来讲太重要了 因为现在大学经费其实非常非常紧 因为我们的所有支出都一直上升 但是收入一直维持不变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教学卓越就可以让我们各个学院 去把我们的教学技能更精进 同时我们也让所有的课程 几乎已经超过二分之一的课程 都有TA来辅助学生 就是利用这样的经费来做 其实也是校务基金跟教卓的经费 此外一大的校园景观也非常优美 其中林荫大道更入选全台大专院校 十大人气校景 校方今年配合学生活动中心和游泳池的改建 也融合了南洋平原建筑的特色 的游泳池会像是海浪的波形的屋顶 那我们整个新的学生活动中心 到时候各位乡亲们来看 会看起来就像贵山岛 这是我们很希望 宜安大学以后这两个新的建筑 也是最后在这个神龙校区 要新建的新建筑 目前可见将来新建筑里头 会变成宜兰市 甚至整个宜兰地标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福星采访报导